你知道英国最适合新婚夫妇度蜜月的地方在哪里吗? 2017年,由希尔沙罗南主演的爱情电影 在《切瑟尔海滩》上就给出了最佳答案 这部改编自伊恩·麦克·尤恩同名中天小说的影片 用电影写实的镜头,唯美地刻画满 英国最著名的自然风景区《切瑟尔海滩》 这个海滩并不像其他著名海滩一样 盛满温暖的阳光,种满绿葱的椰树,布满细软的黄沙 《切瑟尔海滩》更多的是粗粒的沙石 以及225公里的海滩,没有一处景致是重复的 然而在这样风景优美的海滩上 一对来这里杜蜜月的新婚夫妇却谈崩了 因为彼此都不妥协 此后的45年,他们老死不相往来 直至成为脸上爬满褶子的花甲老人 而与这个爱情悲剧,形成极大反差的 是男女主相知相恋的过程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用极其细腻的美学笔触 刻画了这一极致浪漫的恋爱过程 以至于当这个故事以逼翼的结局戛然而止时 无比的汉人心扉,让观众久久不能停静 符合伊恩·麦克·尤恩写作小说惯用的基调 《希尔沙罗南》上一次主演伊恩·麦克·尤恩同名小说的电影 是十年前赎罪里,让人无比讨厌的小女孩 十年后出现在在《切瑟尔海滩》上的《希尔沙罗南》 已出落的亭亭玉立 唯一不变的是她那一双美丽的蓝色眼眸 导演似乎也觉得,这一双眼眸太过于好看 所以电影里给罗南准备的戏服 大多都是契合眼眸的蓝色 比如男女主去《切瑟尔海滩度蜜月》的时候 女主穿着的就是一套蓝色的套装 里面是一件无袖极西的连衣裙 款式非常简洁 外搭了一件圆林五分袖的小外套 扭扣上还点缀了可爱的蝴蝶结 既凸显了新婚少妇的可爱浪漫 又契合六十年代的复古风沙 当男女主热恋的时候 罗南同样穿着蓝色的裙子 这条蓝色的连衣裙布满了横竖条纹 外搭了一件性色的针织衫 当女主穿着这一身蓝裙 与男主在暖阳下嬉戏时 配上一望无际的葱绿背景 画面显得非常浪漫又温馨 恋爱的含糖量简直不要太高了 女主除了会穿到蓝色的裙子 还会穿到蓝色的小针织开衫 比如这件款式简洁又百搭的圆领针织衫 除了搭配了一条浅粉色的印花连衣裙 还搭配了一条碎花的背心裙 这条粉黑白的背心裙 同样也是与男主热恋穿着的裙子 导演是真的懂浪漫 又懂得刻画浪漫的氛围 女主穿着这条裙子 与男主依偎在湖边的画面 实在是太美好 但女主的戏服并不都是蓝色的 影片里 女主第一次见到男主 穿着的是一条黄色的连衣裙 除了在腰间点缀了一个蝴蝶结 款式依然是很简洁的短袖连衣裙 但不妨碍女主穿着这条裙子 与男主产生恋爱的化学反应 同样的黄色 女主还有一条搭配无袖衬衣的半裙 虽然只用了白色腰带进行装点 但看上去非常的小清新 女主也会穿到很利落的裤装搭配 这件绿色脸帽的长外套 就搭配了黑色的酒疯裤出场 里面的内搭是一件质地稍后的T恤 同样采用了清新亮丽的蓝色 这些鲜亮的服饰 加上琢磨为美的清丽背景 共同构化了男女主恋爱的浪漫过程 然而无论情侣间的热恋有多甜 都包裹不住 这个注定要以悲剧收场的故事 但让观众遗憾的 并不是这段只维系了八个小时的婚姻 而是遗憾那些相知相恋过程里的诸多美好 并不能给所有的爱情故事 赋予理所当然的圆满结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